眼前这个刀枪不入的男子名叫袁令 为了报杀父之仇 他不惜让毒虫饲养全身 只为练就五毒邪功 多年前 袁复因为练功走火入魔 残杀了许多武林人士 苏灿父亲苏万坤为了国泰民安 不慎将其杀死 出于怜悯之心 苏父收养了年幼的袁列和他的妹妹小英 小英和苏灿从小情投意合 长大后顺利成了亲 欲有一子名曰封儿 袁列则跟随苏灿在贝勒手下孝敏 作为贝勒府统领 苏灿武艺高强先有敌手 为人忠勇的他深得不下和主帅喜爱 袁列心术不正武功平平 一直被苏灿吻压一头 这让他心中很不服气 这天 贝勒爷遭贼人所辱 苏灿带着手下钱去营救 由于贼人所处的地势极为险具 苏灿等人找寻很久才来到老巢中心 眼见贝勒爷即将被砍头 苏灿带着人赶忙沙江出去将贝勒救下 知道对方人多是重 苏灿让袁列先带贝勒爷离开 自己负责断后 回到军营后 袁列断言苏灿肯定杀身成人 不需要再去相救 什么杀身成人 你肯定苏灿就死了吗 我要你再带一队精兵回去把苏灿救出来 我生要人 死要死 末将遵命 就在此时 无外声音响起 原来是苏灿带着部下马清风平安归来 看着苏灿安然无恙 贝勒爷很是高兴 便想封他为一方大官 无料却被苏灿拒绝 一声淡泊名利的他不愿继续留任势 想去追寻和妻子小鹰的长相厮守 以及对武术至高境界的渴望 他向贝勒爷推荐了自己的义兄袁烈 然后在一个晚上与军队的兄弟不辞而别 离开军队回到家乡 不久后 苏灿举行六十大寿 当上大官的袁烈带着重兵前来贺寿 名为贺寿示威报仇 看着袁烈脸上阴狠的表情 苏灿知道必无可避 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为了不让事态恶化 他将袁烈约到后堂 想以自己的死来化解他心中的仇恨 杀你爹的 是我一人 苏灿 一直带你下亲兄弟 你就放过他们 一家三口吧 我在云南学了一身五毒神功的绝学 才回来找你 你以为我忘了你是我的杀父仇人吗 化落元烈率先出手 一掌将苏妇打得口吐鲜血 你杀了我爹 还要我在人前任你做义父 就是要我告诉天下 我爹是该死的 对吗 欠你的 从来只有我一人 你儿子还想走我前面 说着元烈再次出手 直接结果了苏妇 带着小英二人离去 正在筹备武馆的苏灿 听到父亲惨死的消息后 立刻赶回家中 看到的却是满地狼藉 他怒火中烧 当即就要报仇 没等他去寻找元烈 身后树莓暗气息来 埋伏许久的杀手现身 想要趁其不备将其击杀 显然他们还是小看了苏灿 武艺精湛的他早已击身一流高手 双方交手 短短几个回合后 两名杀手就败下阵来 知道不是苏灿对手 二人果断骑马离开 苏灿紧随其后追赶 很快就来到了黄河边上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刚见面的二人就展开了一场厮杀 可元烈明显有备而来 身上穿的是精心制作的乌精软甲 寻常的刀剑根本砍不进去 苏灿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更不要说元烈还练了一手五毒邪功 这阴损的招式使将出来双手发黑 内涵剧毒 苏灿的胳膊只是被擦到一下就已经中毒 几个回合后直接倒闭不起 到底是血清骨肉 见父亲口吐鲜血 风儿跪着抱住舅舅的腿求救 求他不要杀苏灿 元烈健壮 只好将苏灿抱起扔进了黄河 黄河之水波涛汹涌 人一跳进去就不知去向了 看见自己的丈夫就这样被扔进黄河 小英不管不顾一下跳了进去 正所谓驾鸡随鸡驾狗随狗 小英的心全部都在苏灿身上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两人被大水冲在了一起 同时被一个树叉拦下 苏灿中毒已深 早已经不省人事 小英只好用树藤和树枝做了一个简易担架 然后用衣物做成布条 拖着苏灿离开了河边 黄河两岸地势复杂 且还有很陡的斜坡 一个女人家家的利己 又怎么能一直拖着这样一个大男人走 最终小英力气耗尽 一个不小心担架滑落 向着悬崖下面冲去 千军一发之际 正在采药的女人与大姐出血 将二人救了下来 与大姐精通一里变长百草 世上的疑难杂症她都略知一二 苏灿的毒自然不在话下 无日便将苏灿的毒解了 但是苏灿的手却已经经脉禁肥 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连拿几个饭碗的力气都没有 我还累什么 我怎么就疯了 至此之后 苏灿因为自己手臂经脉的原因 一直沉醉在懊悔中 日日酗酒 小英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却始终对其不离不弃 贴身照料整整一个寒暑 在小英的陪伴下 苏灿终于醒悟 如果她连这点挫折都经受不住 如何为父报仇 如何达到武功的最高境界 如何开宗立派 从此她开始勤学苦练 努力克服右手的障碍 最后学有所成 但是想到原列练了武毒邪功 苏灿心里害怕打破 不小心走火入魔 开始出现幻觉 总觉得有室外高人一直在窥探 后来次数越来越多 最后她看见一老一少 两个高人站在大树上 白徐翁轻功绝顶 获草地脚不落地 宛如达摩一尾渡江 她感到非常震惊 大家 从来没有遇到过 像前辈这样的高手 请收我为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